大山之中的神秘鸟寨 隐居着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不可思议的奇观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利 神奇的李康全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向您介绍了在重庆市彭水县 有一个神秘的苗族村寨叫罗家陀 它身处于武林山区 据说这个村寨的先人是在三百多年前迁徙而来的 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这大山深处定居 一个是为了躲避战乱 更重要的是 在这片山林里 有一块神石和一口神泉 能够庇佑这个村民们富足安康 风调雨顺 那么这块神石和这口神泉 究竟有怎样的神奇之处呢 这两者之间又是否存在关联呢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 罗家陀隶属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安子乡 距离重庆市二百一十多千里 是一个保留了原始风貌的苗族村寨 这个寨子里的人不但能歌善舞 还传承下来一项特殊的技艺 射弩 而罗家陀人之所以能够掌握这么彪悍的技能 是因为他们的先人能征善战 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 因而练习射弩逐渐成为了这个苗族村寨的传统习 就在罗家陀背后的小山上 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 与村民们使用的石墨极为相似 因而被村民叫做石墨岩 传说石墨岩不仅会转动 发出咔咔的声音 而且还具有保佑村寨的神力 这座山的脚下是一个长长的峡谷 传说中可以预测天气 犹如米汤一样的神泉 就位于峡谷之中 而就在寻找米汤泉的过程中 考察队意外地发现了一口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岩泉 飞水井 虽然它的泉水也有些浑浊泛白 但据说和真正的米汤泉相差甚远 最终罗加湖的村民带领考察队 找到了米汤泉的准确位置 可是考察队员却失望地发现 这股从崖壁上涌出的泉水 清澈洁净 与村民们所说的乳白色差距极大 平时是很清澈的嘛 它好像又是一种自然现象 比方说我们这里干旱比较干旱的 很久不下雨了 如果要下雨了之后 这里面就有预测出来了 它那个水就像米汤 看来神奇的米汤泉 仿佛要考验我们的诚意 要想一睹它的真容 还要废一番周折 必须要等到雨天的到来 在等待天气变化的间歇 考察队决定 先去探访位于山顶的石墨岩 西南大学的两位地质专家 和设置组一同前往 杨平衡地质学博士 西南大学地理学院副教授 对重庆地区的喀斯特地贸区 做过细致的研究 杨岩地质学博士 西南大学地理学院副教授 专门从事水资源领域的研究工作 考察队向着山顶的方向 大约攀登了一个小时后 眼前出现了一片黑色的岩石 这些石头的形状与云南石林有些相像 杨教授仔细观察后 告诉考察队员 这片区域的岩石都属于碳酸炎炎 很容易被流水侵蚀 属于典型的喀斯特荣石地贸区 由于荣石作用会产生差异性 很容易形成极具观赏和科研价值的自然景观 每走多远 山顶上矗立着的一块巨大岩石 就闯入了我们的眼帘 果然与人工打造的巨大墨盘十分相似 向导说 这就是会转动的石墨岩 走近观察 考察队发现 岩石被分成上下两层 中间只有一段细细的石柱相连 直径不过几十厘米 却支撑着上面直径数米 重达十几吨的巨石 看上去摇摇欲坠 仿佛用力一推就会倒塌下来 可实际上 这块巨大的三层岩石非常结实 附近村里的年轻人 时常会爬到巨石的顶上玩耍 专家一番考察之后 首先认为 村民们有关石墨岩会转动的说法 并不可信 一般来说 石头要能转动 一定是在中间设置某种动力机关 是人工所为 而石墨岩天然形成 并没有发现任何人为改造的痕迹 专家分析 或许是石墨岩看似不太稳定的形态 以及周边树丛在风中的晃动 让村民们产生了巨石可以转动的错觉 那么既然巨石不能转动 有人却听到巨石会发出咔咔的声响 这又如何解释呢 专家说 所谓巨石转动的咔咔声响 其实与喀斯特地貌区的特征有关 石墨岩周边的碳酸盐盐 极易被流水融食 日积月累 很多石块之上就会形成一些孔洞 而山顶之上四周开阔 风力比平原地区要大 当山风吹过孔洞的时候 往往会发出较大的声响 加上人们对石墨岩怀有崇拜的心理 就想象成了巨石转动咔咔作响了 其实石墨岩既不会转动 也不能发生 它仅仅是一个独特的自然景观 那么如此独特的自然景观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专家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 形成石墨岩这种形态 往往是因为这三层岩石的岩性不同而造成 于是专家仔细观察了山顶这一片区域的黑色岩石 发现都是同一种石灰岩 并没有发现其他类型的岩石 那么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 中间的岩层为什么会只剩下细小的石柱呢 杨教授细细端详了石柱 进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上下的岩石比较硬一点 中间这个抗风化能力比较弱 所以它这一块就先被融失掉了 因为它还是我们说是碳酸岩岩 融失掉 然后就形成这样 还是比较奇特的 专家说 这块巨大的石墨状岩石属于典型的差异性分化 切成因并不复杂 这块岩石在地质作用下形成之初 被分成了上中下三层 上下两层结构完整质地坚硬 而中间一层遍布裂系 还存有一些泥质的成分 与上下两层相比较 更容易被风化波石 经历数百万年的风霜雨雪后 中间一层就只剩下了一根细小的石柱 而上下两层却变化不大 因此就形成了壮如石墨的外观 苗族的传统是相信万物有灵 特别是对一些巨大或者是奇异形态的自然物体 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 对其顶礼膜拜 供奉祭祀 所以石墨岩被罗家陀人奉为神使 也就不足为怪了 眼下石墨岩之谜已然揭开 那个在下雨天会流出乳白色的泉水的米汤神泉 又蕴含着怎样的科学原理呢 神奇的米汤泉似乎要和考察队捉迷藏 一周时间过去了 天气一直没有变化 这期间考察队员又去米汤泉看了两次 清澈的泉水也没有要变成乳白色的趋势 难道我们无缘看到米汤泉的奇观了 这让考察队员有些失望 无奈之下 考察队来到了彭水县气象站 碰碰运气 看未来一段时间 彭水会不会有雨水降临 彭水在秋季主要是受清凉高压影响 因为这个浮高已经推出了这个彭水的范围了 一般就是主要是晴晨天气为主 气象局的预报员告诉考察队 虽然彭水地区这个季节的气候特征是以干旱为主 但是通过卫星云图观察 未来几天会有一个降水云环靠近彭水 应该会带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得到这个结果考察队倍感欣慰 看来过不了多久 米汤泉的真实面目就要显现了 三天之后 一场大雨果然如期而至 趁着雨势刚过 考察队员在向导的带领下 再次探访米汤泉 由于连续降水的缘故 米汤泉边上这条小溪流的水位骤掌 考察队员们已经不能够像上次那样 轻松地来到泉水边下 这边不行是吧 不能从这儿过 这儿很深是吧 这个地方还要很深 汤过积水之后 考察队员来到了米汤泉边 令人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和前几次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 崖壁下流出的泉水不再是清澈洁净 而是呈现出犹如牛奶米汤一样的乳白色 水量也比前几次要大很多 就在米汤泉水和旁边峡谷中溪流的汇合处 可以看到明显的界限 一边是乳白色 一边混合着泥土的颜色 就在考察队员为眼前的景象感到神奇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不远处 米汤泉和溪水汇成了一个小水潭 颜色不再像米汤泉最初那么乳白 潭中有两头水牛正在饮水 而考察队前几次来到这里 从未看到过水牛的身影 向导说 每当米汤泉流出乳白色泉水之时 附近田地里的水牛 就好像得到了某种信号 都会自发的过来饮水 村民们也不知道是何原因 这让他们更加笃信 米汤泉是个神泉 拥有着超越自然的力量 看着眼前的情景 专家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这些水牛之所以喜欢喝米汤泉 很有可能是因为水中含有某些水牛喜欢的物质成分 他怀疑这种物质成分很有可能是盐 一位考察队曾经在附近的中顶河里 发现过一口谷盐泉飞水井 飞水井流出的泉水含盐量达3% 而米汤泉和飞水井属于同一流域 因此含有盐分的可能性极大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 专家决定对米汤泉进行水质测试 通过仪器显示出的电导率 印证了专家的推测 米汤泉确实含有一定的盐分 这一下就解开了水牛为什么喜欢舔食泉水的秘密 专家告诉摄氏组 盐是对很多动物生存最重要的物质之一 肉食动物可以通过被捕食者的鲜血获得盐分 而食草动物往往只能通过啃食含有盐分的泥土 或饮用含有盐分的泉水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盐 确定了米汤泉中含有盐分 这让考察队员们不禁猜测 泉水的乳白色会不会就是因为含盐所造成的呢 专家却否定了这个说法 杨教授说 水牛喜欢饮用泉水是因为含有盐分 但这个含盐度一定不会很高 如果含盐度超过了一定的数值 哪怕仅仅是达到海水的含盐度4%左右 动物一旦饮用也会造成脱水危及生命 难道说米汤泉中除了盐之外 还含有其他未知成分吗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 科考队在米汤泉所处的峡谷前方 发现了一个洞穴入口 专家推断 这个洞穴中的地下河流 很有可能与米汤泉属于同一水系 眼下细雨连绵 乳白色的泉水向外流淌 正是考察洞穴中 地下暗河的最佳时机 于是科考队向洞穴深处行进 然而让科考队意想不到的是 暗河水清澈叠净 思考没有乳白色的痕迹 而且河中还栖息着钩虾 透明蝌蚪等洞穴生物 专家说 这些小精灵的出现 足以证明暗河水质优良 不含有特殊矿物成分 继续前行 考察队陆续发现了石柱 石榫等洞穴沉积物 它们的成分都是碳酸钙 这让专家猛然有了一个想法 米汤泉的乳白色 会不会就是钙的颜色呢 如果泉水中的物质是钙 这些钙的沉积都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怎么会在米汤泉的出水口 短时间内聚集涌出呢 考察队期待 动学内部的形态 能给这个疑问提供答案 可让考察队失望的是 又前进了五百米之后 一处耸立的岩壁 挡住了考察的路线 暗河水通过下溪 向下层洞穴流去 考察队没能找到更多的证据 只能原路返回 离开洞穴 专家继续对米汤泉周边的岩石土壤 仔细观察 寻找着逼近真相的蛛丝马迹 一番搜寻之后 科考队员在距离米汤泉不到五十米的一处岩壁上 发现了一块类似石膏的块状物体 都是碳酸钙 随后 考察队在附近区域 又发现了许多相同的中乳石 至此 专家更加相信 米汤泉水中的乳白色 很有可能就是钙的颜色 于是 杨教授再次回到了米汤泉边 用专门测试钙含量的试剂 对泉水进行了检测 钙浪我们是六十毫克每升 这个在重庆地区来说 就算是比较低的 像我们正常的话 重庆这边就是一百二这样的 正常的话 数据显 泉水中钙离子的含量很低 专家说 这恰恰说明了 有大量的钙在泉水中吸出 为什么钙离子含量低 反而说明水中含有钙呢 专家说 碳酸钙与水及二氧化碳发生反应后 会形成钙离子和碳酸氢根 卡斯特地貌区的融石过程 就是这个反应 而这个反应逆向发生的时候 就是钙的沉积作用 钙离子与碳酸氢根发生化学反应 在水中形成了乳白色的碳酸钙 比如 原本水中有一百个钙离子 其中五十个经化学反应后 形成碳酸钙沉积下来 水里的钙离子就只剩下五十个 因而 钙离子的数量少 恰恰说明 在水中沉积了一定数量的钙 碳酸钙的反应过程 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比较常见 比如我们在家里烧开水的时候 你看不到水里有什么物质 但是使用一段时间 这水壶里就会结成一层厚厚的水垢 这就是钙的沉积 这是因为水中原本含有碳酸氢根和钙离子 在这个烧开的过程当中 二氧化碳气体挥发 难以溶解的白色碳酸钙就不断的沉积在了水壶的湖壁上 形成了水垢 米汤泉的泉水就是因为钙的沉积而变成了乳白色 可是为什么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会有乳白色的泉水流出 而平时没有呢 专家说 要想解释米汤泉和雨水的关系 首先要了解这么多的钙离子是从何而来 通过几天前对石墨岩的考察 科考队确定了米汤泉一带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区 米汤泉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山中的一条峡谷 受地质作用的影响和流水的切割 陛下岸河在米汤泉的位置不断汇聚 由于在汇聚过程中岸河水一路融石石灰岩 因此水中含有大量的碳酸精根和钙离子 然而这些物质并不稳定 在涌出地表时压力会突然释放 碳酸精根中的二氧化碳随即大量挥发 形成不容于水的碳酸钙 泉水中在含有大量碳酸钙后就变成了乳白色 那么为什么含有碳酸钙的乳白色泉水并不是随时流出 而只是在降雨前后的这段时间出现 进而成为能够预测天气的神泉呢 杨教授说这和泉水的水量还有雨带的分布有一定关系 他用一句俗语给我们解释了这个原因 就是十里不同天 像我们因为沿荣区它这个面积比较大 就是我们说它通过一些管道可以连通 就像下水道一样 可能就是我们说其他地方在下雨 然后这个地方没下雨 它整个那间地方下雨了 然后水映过来 整个下雨以后对我们说 溶湿啊都影响比较大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山区的气候往往变化莫测 上游地区下雨时 地下水位会随着雨水下渗而升高 并逐渐充满了整个水流通道 此时地下暗河河水的压力随之上升 而当它从地面涌出的时候 压力又会急剧释放 导致水中的二氧化碳迅速吸出 于是就造成了碳酸钙的快速沉积 形成了乳白色的米汤泉水 而此时米汤泉所在的罗家国际区 还没有降雨 直到数天之后 雨水才会转移过来 也就是说村民们看到米汤泉流出后 就会天降大雨 是山区独特气候与地质环境所导致 但从村民的视角来看 米汤泉也确实对预测天气提供了帮助 特别是当米汤泉与石墨岩相互呼应 彼此关联 就越发现了神奇 而生活在这片山区的苗族百姓 数百年来不仅延续着先祖遗留下的民俗传统 而且也依靠勤劳和智慧 改善着自己的生活 创造着丰富的民族文化 让武林山在秀美的景色之外 还拥有了独特的人文风情 我国是喀斯特地貌分布较为广泛的国家 水是这种地形地貌形成的关键因素 流水穿石 在地下地上形成了洞穴天坑石林等等奇特的自然景观 也带给了我们众多难以解释的神奇现象 我国西南地区丰富的喀斯特研究资源 每年都会吸引许多中外学者关注的目光 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像米汤泉这样神奇的自然现象都将会被破解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 大山之中的神秘苗寨 隐居着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不可思议的奇观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 神奇的米汤泉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战乱 更重要的是在这片山林里 有一块神石和一口神泉 能够庇佑这个村民们富足安康 风调雨顺 那么这块神石和这口神泉 究竟有怎样的神奇之处呢 这两者之间又是否存在关联呢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 罗加陀 射赫战功 因而练习射弩 逐渐成为了这个苗族村寨的传统习俗 就在罗加陀背后的小山上 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 与村民们使用的石墨极为相似 因而被村民叫做石墨岩 传说石墨岩不仅会转动 发出咔咔的声音 而且还具有保佑村寨的神力 这座山的脚下是一个长长的峡谷 传说中可以预测天气 犹如米汤一样的神泉 就位于峡谷之中 而就在寻找米汤圈的过程中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向您介绍了在重庆市彭水县 有一个神秘的苗族村寨叫罗加陀 它身处于武林山区 据说这个村寨的仙人 是在三百多年前迁徙而来的 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这大山深处定居 一个是为了躲避